大家好我是Alex 欢迎收看我们的快速教学系列 让你简单学习照顾车子的大小事 那我们就开始吧 耶 今天这支短片是要教大家如何 安全有效又不浪费的分装药剂 因为分装药剂对很多人来说 它有一些瓶颈 首先呢 第一件事情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种喷枪 这种喷枪为什么它的管子好像都比这个瓶身还长 是因为我们还有一公升的瓶身 它是一个通用型的管子 那如果你是500ml 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会建议你修剪到最适合它的长度 最适合它的长度 再来我们的喷枪 它的后面这边它是稍微比较锐利一点 主要是你在开这个瓶身的时候 如果不正确的湿力 手会容易刮伤 但我们在开这个瓶身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握住下面这个环 它就可以轻松开启 然后在锁上去的时候 也尽量不要握太紧 握住整个的瓶头的话 你就会被刮伤 主要是这个喷枪本身的品质 实在是非常的好 好按好喷 又不会累 所以瑕不言语 这个小瑕疵 还是需要大家多多的注意 如果你真的 呃 比较习惯这样子 暴力开发的话 可能在这个前后这些零零角角的地方 你可能贴一个胶带会比较安全 好进入正体 不使用工具的情况下 分装我们的药剂 然后这是我们的2.3公升补充包 在分装药剂的时候 第一个重点是 拿出你的药剂 然后你的手要握住正中间 出点力稍微捏紧 捏紧之后呢 我们以完全水平的方式 让空气可以很快的进去 大家就会发现它出来的药剂会非常的平稳 非常平顺 如果你今天是选择直线的去倒 你就会发现 刚刚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它空气要出来 你不好控制 很容易就流到下面去了 很容易流出来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样浪费 就浪费了很多 然后或者是 你用各种的斜度角度不对 只要其他的方式 你一定都会露出来 但是如果你像我刚刚讲的 中间捏好 然后完全水平的 轻轻的将我们的药剂 倒到我们的瓶子里面 它就可以很安全的将药剂全部分装完 记得我们分装药剂的时候 不要分装太多 避免造成我们在加入我们的喷枪的时候 会露出来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分装药水的小配方 分享给大家知道